局長我第一個問題要來跟局長請教一下 我們高雄的這個消防局 他們被列出來的缺失大概是哪幾項 在城中城大火的事件之中 搶救的確實 跟郁州報告 當然他的這個群務的部署 我們沒有他也沒有做露出 就是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他也沒有這部分他沒有表現出來 所以我們不曉得他的這個群務的部署 在什麼地方出了問題 我們只知道說他整個的過程 他裡頭的消防設備 跟平常的這個行政指導作為 是有一點點瑕疵 是 我跟局長報告一下 就是其實剛才局長也說到 他其實發生這個大火的狀況 是因為他們的一些消防安檢設備 沒有維持一個正常的運作 那再加上這個民眾讓這個地方起火 其實也不是我們消防隊能夠控制的 那這個部分真的在實施上面 有一些困擾我覺得沒有辦法責備 對我們高雄的同仁 但是呢 從昨天的新聞看起來 對於消防局他們所訂出的 他們有這個缺失的地方 主要是遇到產權複雜的地方 他們沒有積極地進行專案的輔導 然後還有檢查遭到拒絕的時候 沒有積極地請求公務跟警察機關等協助 以及沒有積極地針對這樣子的 集合式住宅訂定相關的SOP 也就是說在現行的規範之中 其實同仁們並沒有犯太大的抽資 他們的錯就是沒有積極地去面對這個樣子複雜 而且在法規上面現在可能有所受限 人民私產的這種集合住宅 積極地去拜 那在這個樣子那麼多的人命失去之後 當然也必須要做檢查 不管是內政部還是高雄市政府都做出檢討 那非常多的議員也關心 我們苗栗縣有沒有這樣的狀況 那我們縣內有沒有這種 沒有管委會的集合式的住宅 剛才局長說的13處就是指這樣子 沒有管委會的組織嗎 有有有 剛剛我們列管13處大概有將近 我一下我忘掉了 大概有七八處是沒有管委會 那我們有沒有要來訂定相關的SOP 針對這樣子七八處沒有管委會 可能在檢查上面會有所困難的 是不是應該要跟進 這沒有管委會這部分 我是不是請我們預防科 楊科長來做詳細的說明好不好 好 主席 我們對於沒有管委會的話 要配合東商發展處 內政部其實已經有在修訂 東商大家短理條例 所以要致進管委會 然後對於這種現在流程的話 我們可能會由東商跟配合東商發展處 還有警察局去做那個實際的聯合督導 是好謝謝科長 其實就是剛才我講出的後面那兩點 第一個是我們SOP要訂出來 第二個是要聯合公務跟警察機關 未來等中央的法規訂出來之後 我們希望這齊八家好好的把它檢查一下好不好 謝謝科長 好局長然後剛才我延續的 換強議員的質詢 還有提到說國中小的防火宣導13場 其實我們在這次的大火中可以看到 非常多失去生命的民眾 他們最後發現他們所在的位置 其實都不是正確的逃生觀念 所以呢不只是我們的建築管理 不只是防火的檢查設備之外 民眾他們在遇到火災第一現場的時候 他們要知道怎麼逃 知道要怎麼逃生 其實才是最重要的自救 火災發生的時候 等到消防員來 如果你躲在一個不安全的地方 等到消防員來就你 其實也沒有用了 所以呢這個防火宣導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但是除了學校之外 我其實更希望我們的消防局可以進去社區裡面 不一定是社區協會 是大樓社區希望可以跟住戶們來做比較積極的防火宣導 像去年我今年我跟換強一起為兩個社區辦了防火宣導 效果非常好 其實這個防火宣導的觀念是與時俱進的 有時候我們在學校學到的 等我出社會之後 這個觀念已經不一樣了 因為這個技術是會更新的 所以我們很希望我們的消防局能夠更積極的跟社區 尤其是這種大樓式的 一旦發生火警的時候 它可能傷亡是會很嚴重的 可以來多辦錢 然後我們現在有沒有這樣的機制 來定期的下去舉辦 或者是讓社區來跟你們申請 跟宇宙報告 為了讓我們的鄉親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有公安空間 更好的公安空間 我想這部分我們就會來努力 我們去年大概辦了幾場 跟社區這種相關的防火宣導 有統計嗎 這邊有統計學校的嗎 那有社區的嗎 社區裡頭 大概這個都有各個大隊 各個分隊來執行 那是不是再給我會後的資料 統計一下去年我們辦了幾場 我們了解一下跟學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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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